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 台湾的高房价让青壮族群大喊 买房真的好难 而内政部公布了今年第二季 全台房价所得比 发现台北市依旧是排名第一 必须要花15.52年 不吃不喝的情况之下 可能才买得起房子 这一次就连南投县 也要花超过9年的时间 才买得起房子 全国房贷负担率也在创历史新高 让资深房仲分析 等到选举过后 房贷族的压力恐怕还会再增加 左看看右看看 想进深有房一族 但台北的房价真的好吓人 没有父爸爸父妈妈根本买不下手 内政部最新统计 想在台北制产得15.52年 不吃不喝 水跟房价不成正比 应该会选择就是过生活 然后不买房子 压力真的是跟以前差很多 年轻族群听了只想躺平 今年第二季房价所得比 双北跟台中市要超过10年 不吃不喝才买得起房 南投县也跟上台南 高雄两大直辖市 得超过9年 许在这个交通往返的部分 可能也有一些轨道经济相对的越来越便利 西头一带嘛 那相对是一个 算是一个退休者的一个天堂 房贷族真的苦哈哈 最新数字 全国房贷负担率 全国房价所得比 都创历史新高 和往年同期比一比 全国平均购物痛苦指数 近四年就涨了13% 年年攀升 房仲还透露 未来房贷族压力可能更大 那尤其因为今年又是选举年 所以说现在等于是 有点刻意的组升利率 那会判断说选完之后 央行可能就会放手 会涨一波 台湾高房价让七八年级升 压力好大 没有金元夏 恐怕30不利 40还很困惑 接着卢伯聪杨宗彦 台北报道